众所阿维粉周知,冷门2阿维已经盘了5期了,但是吧,诶不对啊,这里是不是嘟嘟慢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维走错片场了 最近嘛,总有些奥巴尔们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啊,都都都都,隔壁奥特曼都盘5期冷门2了,咱来打系列就没有什么冷门骑士吗?好家伙尖锐,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首先,来打系列有冷门骑士吗?肯定有啊,要知道目前已值的奥特曼只有69个,而假面骑士呢有275个,这说明什么?咱人多呀,在有限的出场机会里,肯定有骑士 没怎么出现过啊,那么今天都都就给老少爷们盘盘来打系列中的那些出了名的冷门骑士 第一位,假面骑士Shane,说到Shane,很多小伙伴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吧,虽然人名气不大,来头却不小,关键是Shane的颜值,属实令人琢磨不透啊 首先按照地位来看,其实昭和骑士也是最符合十森老爷子心目中骑士形象的作品,甚至被称为来打系列的根 就连当时高龄的十森本人都亲自上阵参与拍摄 另外,严格意义上来说,Shane也是首个把盖亚理论融入设计的骑士 其地位甚至被称为一号之前的零号 按理来说,有这些血统无论怎样,这位骑士都应该成为经典 那么他为何会成为冷门的骑士,只是被称为经典呢? 首先,Shane在最开始策划的时候就否定了一贯的子贡相,而是采用了成人相 其设定上是犹如野兽般受身体本能支配行动 所以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就注定了Shane会损失大量儿童粉丝 但是这些东大妈在乎吗?不在乎啊 因为Black两部TV的空前热度,来打系列当时可谓是膨胀到极致 所以他想要的是能够重新定义骑士的作品 而Shane就是来乘上其下的,但显然他失败了 其实最开始,Shane是作为来打系列诞生20周年纪念之作推出 但是吧,因为其制作方式和别的原因,所以最后20周年纪念之作就成了ZO 而Shane也因为食尊老爷子的去世,最后只留了个序章,便不了了之 第二位ZO和J,其实说到这两位骑士,那知道的都知道 不知道的是真不知道啊,说实话,虽然都都看了好几遍 但是吧,这俩堪称双胞胎的骑士,我到现在没整明白 首先,这俩骑士在某方面来说,既属于赵和,也属于平成 虽然骑士在平成年间发布的 但是吧,因为主线依旧是改造人系列 所以最后在官方设定上变成平成年间的赵和骑士 因此这俩骑士也就被莱达粉丝系称为赵和黑虎 但是这重要嘛,不重要 其实最开始,ZO的出现可以说是个例外 因为当时按照企划,应该是接着拍Shane的续集 但是当时的大环境下,OV的销量地位普遍不如剧场版电影 所以最后东大妈拍版决定,不拍OV了 所以也就再无Shane的续集 而ZO自然也就成了莱达系列20周年纪念之作 咱再说这一位ZO的播出,获得了水准上的评价 所以东大妈便想在此基础上再次推出一部剧场版电影 而因为ZO的好评,所以再次采用了原来的半底 又因为东大妈的美少女战士获得了巨大的人气 导致这部电影的制作时间在搁置之后被大大缩短 所以综上种种原因,假面骑士G横空出世了 当然也因为时间仓促和想再吃一波老本的原因 他长得和ZO有点像 而且按照地位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招和最后一个骑士 虽然这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而且在这部剧里,剧组也采用了一个超级大胆的制作 让骑士像奥特曼一样可以巨大化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场面一出 瞬间受到一系列粉丝抵制 最后便也不了了之了 所以综上种种原因也就导致了 虽然这两位骑士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吧,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们 第三位,想鬼 如果小伙伴上网搜冷门骑士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有一大半都在说想鬼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最开始东大妈的策划案 是想做一个阴机战士系列 但最后因为合作方万代的要求 不得不重新将想鬼这部剧加入来打系列中 所以,虽然想鬼长得不像骑士 又不含有骑士的三要素 但是吧,其屈屈屈屈屈就是骑士 而因为它属实有点丝不像 再加上其双主角设计和偏日式传统风格 导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路走低 不过,虽然是这样 但就剧情来说 这部剧在30万之前都足以封神 其并不靠五颜六色的铠甲和战斗场面来吸引人 简单来说 这也是一部和亚马逊一样 不受概念限制 推出属于自己特色的崭新作品 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某些原因被搁置的话 那么现在或许会呈现一个崭新的特色系列 也未尝不可 不过,不得不提的是 这部剧也确实在后期烂尾了 当然啊,这也属于来打系列的一个传统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关于想鬼的周边 可以说是来打系列销量最差的 所以,这也让万代很不满 以上种种也是导致想鬼成为冷门骑士的原因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小伙伴们 指正补充关注多多 带你了解更多 夹面骑士小知识